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現在人呢就在這一個 柬埔寨的監獄 最近大家呢,對於柬埔寨的印象 不外乎都詐騙,租宅,賣器官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這個 架木屋就知道 是一條人有吃多少錢 那除了上述這些新聞呢 再來也有台灣有網紅 柬埔寨在探險這個新聞嘛 也有流傳他們在裡面吃鳥飼料 有吃,坐著睡 他們的總理紅馬妹就聲稱說 柬埔寨絕對不是這位網紅 所講的這樣子的詐騙罪惡 所以我就好奇 柬埔寨的這些傳聞 到底是不是一個都市傳說 這一集,我將帶大家走入柬埔寨 探索當地曾經最富勝利 今天的S21監獄 希望看完之後 能讓你更認識什麼是柬埔寨 要談及總理紅馬內對於晚安小季事件 如此憤恨不平的原因 就不得不提到我們這次所探訪的地點 金邊的S21監獄 開始前,請各位先聽一下這段歷史 距今49年前,也就是1975 柬埔寨發生了一段 所有高棉人至今都不願提起 同時也被外媒稱作是 亞洲近年最嚴重的人為災難 紅色高棉 紅色高棉是發生在1975到1979年之間 當時布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共產黨 推翻了原永執政黨 成為新一代的統帥 並在短短的三年間 對整個國家進行大規模的屠殺 肅清了200多萬的人口 要知道 當時柬埔寨人口只有700萬人 等於你身邊每四個親朋好友 就有一個人被過世 更可怕的是 這些受害者並沒有犯下什麼過錯 一切只因為布爾布特 推行所謂的農業社會主義 他提倡都市就是犯罪的溫床 而布爾布特為了從根本上改造人民 讓整個柬埔寨變回農業社會 推行了一些非常不人道的運動 一開始 布爾布特謊稱美軍要對柬埔寨進行轟炸 要求金邊的居民們不得攜帶任何財產 並跟著軍隊撤離金邊 承諾 三天內就會讓大家回家 若有不服的民眾 當場就會被軍隊肅清 而一些無法移動的老人 殘疾人士 就被流放在金邊都內 任其自生自滅 飢餓自死 而這場被稱為死亡行軍的大遷徙 造成數萬人因為染疫 飢餓 凌悅 甚至是直接被軍隊槍殺而死亡 而布爾布特原本三天就能回家的承諾 當然沒有兌現 而他甚至為了根深蒂固所有人的共產思想 於是消除家庭的觀念 強制把孩子從父母身邊帶離 並規定夫妻兩週才能見一次面 強制把男人、女人、小孩獨立管理 分派到各自的集體農莊 開始他所謂的農業改革 若是不服從或有異己思想的人 連帶著子女、配偶 都會一起遭到軍隊的肅清 甚至是強制關到監獄口問 寧願強奸 直到1979年 柬埔寨共產黨 被對晚安小姬喊話過 千萬別輕放的柬埔寨前中裡 洪森一行人建立起的政權推翻 成了現今的柬埔寨共和國 這段歷史優遠流長 所有50歲以上的柬埔寨人都有經歷過 也同時是他們最不願提起的事件 然後影片最後 我有訪問一些柬埔寨人 對於台灣這次事件的想法 大家記得看到最後 而我今天探訪的這座S21監獄 也就是紅色高棉時期 一所由高中改建成的監獄 它關押過上萬人 但最後活著出來的 僅僅只有圖片上 這十二個人 我要解釋這個故事 然後現在在這個地方 就是整個部站 他們當時 關押這些 無目的民眾的房間 當初就是會把他們靠在窗上 就像是 照片上面的人這樣子 生活在幸福台灣的我們 真的很難想像 才相距十五十年 還會有人遭受這樣子的對待 甚至現在還有很多的國家 都還是有這樣子的情形 你看這個照片裡面其實 地板 都是斑斑的屠宿 甚至到今天 你們看地上 都還有 血跡的存在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下 身邊每四個朋友 就一定會死亡這樣 暴增之下 其實這件事情 聽起來非常像電影的故事 但是其實它卻是 欠真完全的發生在民國身上 其實想一想 真的非常沉重的壓力 當時這個 刺檢啦 紅色高棉 為了他們的保險 創作了一個洗腦 大家的音樂 可以給大家聽一下 這一間教室呢 裡面還有 有些他們殘存下來的 抑鬱特別的確實 是他們當時留下來的 東西 把人這樣吊著 再把另外一個人的頭 買在這個水缸底下 受難的水缸 一個人 然後還有上面吊著 他們的這個吊喊 都還是留著 非常的恐怖 這個教室裡面呢 全部都是 當時受難者的照片 讓人感到 非常的難過 知道這個能不能給大家看 就加減 再看就看 當時的我 只感到沉重與無力 近乎快要喘不過氣 這個紅色的光 就是我現在的心情 還沒有人跑到 那條整個廠房裡面 它全部都是 人的照片 全部都是 人的照片 大家現在來到這裡 地方就是 這邊都死了 因為我好可憐 很動 這邊地址 它全部都是 這種 關掉犯人的老房 所以我們繼續先跟你們看 你可以想像嗎 你看這個地方的大小 頂多 只剩下 四個五個 然後到底是怎麼樣 可以承受這樣的生活 這些都是 最大二級的犯人就算了 可是不是 他們只是跟我們一樣 普通的平民百姓 看起來可怕就算了 就是 看如果離開這個房間 外面的 鐵網 圍著 圍圍住 這個地方 雖然是一個 很少人的感覺 可是 他們看到 非常有趣 這個Building C 一樓的老房 哇 這個真的跟監獄 沒有兩樣 想像 襲擊斑斑 你能想像 但在這裡面的壓力 有多大 我只待了30秒 我就想出去了 快跑 逃離這個刺繭 出去 如果已經感覺承受不住的觀眾 請麻煩跳過後面的片段 因為接下來的畫面 有欣欣用具一針人的骨頭 是極其的寫實 且沉重 他就看到 他在這裡面 是很無垢 就是把他身體 用牢固錢 夾開一個洞 把無垢放進去 這個是會把他手綁住 讓他悶在這個水缸裡 映入眼簾的 就是當時的罹難者 後人把這些骨頭 排成了柬埔寨的地圖 已紀念這場災難 看到這 握部裡面也感到鼻酸 所以接下來 我停機了許久 直到隔天 才錄剩下來的 後續感言 大家好 今天沒有多次傳說 可是還是有後續感言 我這次去探訪這個 S21監獄呢 我當下真的覺得 非常非常的難過且沉重 可是呢 難過之餘 我就想到過去 世上就一直不斷的發生 掌權者濫殺無辜的事件 就讓我想到 我曾經看過的一篇文章 小心你的優越感 掌權者很容易因為優越感 而去排除異己 原因在於 優越感需要透過 自我的認同來建立 但如果今天你的世界觀裡面 出現了一位 能力比你還要強的人 那作風比較殘暴的掌權者 可能就會降致移除 就像柬埔寨的這一位 波爾布特 又或者是 著名的希特勒 所以以鼓為戒 這個道理也可以放在 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時刻敵立我們自己的心性 另外呢 這是我睽違八個月以來 發的第一部影片 我看到社群有討論我的留言 低卡有人問我的狀況 媒體新聞的報導 講真的 我挺感動 不然其實我認為 我都沒有發作品 我應該要被大家遺忘才對 現在呢 我終於可以正式的跟大家說 我很好 我沒有事情 會休息這麼久 一方面是因為 我前面去了太多的靈異景點 導致呢 我的身體漸漸的 觸碰到那方面的事情 我就會覺得 頭暈打哈欠 甚至是想吐 所以呢 也是讓我自己 強制休息看看 看之後如果再接觸到 還會發生什麼樣的事件 還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另一方面呢 現在也是我人生二字口的鏡頭了 到這個階段 好像就會開始思考一些 人生之後更遠更猛的事情 開始想 難道我這輩子 就一直做這樣子的事情嗎 所以也算是跟我自己對話來 總之呢大家不用擔心 也謝謝你們的關心 我非常的感動 你們人真的都非常的nice 然後另外呢 我看到新聞有發揮 討論晚安小雞的言論嘛 就其實我想要澄清一下 我去到柬埔寨 並不是要消費晚安小雞 只是因為 我跟她呢 是同屬靈異探險的創作者 所以呢 我清楚的知道 今天發生在她身上的這件事情 也非常的有可能 發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才想要用歷史的角度 參考著整個世界 當然我們是不可能真的是 直接到她的監獄去看她嘛 如果真的去到她的監獄看她 然後把這個拍出來 她的家人看到一定會非常的難過 同時祝福她 趕快出來吧 然後透過她這個事件呢 我同時的也觀察到 其實呢 台灣人真的真的都非常的善良 雖然她的新聞底下 也有不少的酸民 可是呢 從她演自己被軍人抓到 以及她造假到被大家發現 都還是有不少的人祝福她 希望她沒事 希望她趕快回來 而不是就這樣子對她落井下石 就像我消失這麼久 你們還是仍然在關心我 這些也都是你們善良的表現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 你們都很棒 我覺得人生短短幾個秋 我們能夠像現金這樣安穩活著 可以觀看這個網路上的影片 我覺得就已經是非常的幸福 那最後我前面有提到 我有去訪問了 人間不在人 對於瓦爛小雞事件的看法嘛 那原本我是想說把它剪進去 可是後來 不如我把它剪成短影片 放到社群媒體上面好了 OK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點分開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Moggo 我們下次見 掰掰